目前 我不会愿意跟你回去的 允军 我是真心诚意要接你回去的 你又何必这样拒绝我呢 难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还在恨我吗 我没有生你的气 更没有恨我 不过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我需要时间 来平静一下 让我陪你好吗 不行 每次我想起你怎么对我 我就没办法平静下来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老板罗静德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和他妈妈对你这么好 我会吃醋的 你只会吃醋 你难道没有替我想过吗 你整天只知道怀疑东怀疑西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跟任何女人有什么关系 从头到尾我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啊 那你的前妻洪霞呢 你怎么知道洪霞的事 我就是知道 我跟洪霞的感情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跟他并没有怎么样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求你 你要相信我 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哪里啊 去哪里不需要告诉你吧 你还是回去工作吧 认真一点工作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认真工作 不过我更需要你 如果有你在我的身边 你支持我 我会更有动力 我会更有动力 敏杰 敏杰她不能没有妈妈 慧怡她也不能没有爸爸不是 是吗 别考虑太久 我希望 能早一点接你回去团圆 好 我还是你儿子吗 当然是了 那么 爸爸还是你丈夫吗 小孩子问这个干吗呢 妈 我不能没有你的 再说了 如果你不赶快回来的话 恐怕爸爸要被那个阿姨抢走喽 什么阿姨啊 就是那个洪霞阿姨啊 我听见她和奶奶说话 好像 她要回来嫁给爸爸呢 爸 你答应我 回来和我们一起住好不好 爸爸不能没有你 我也不能没有你 你答应我们吧 难道你要我跪下来求你啊 好嘛 爸 好了 我答应你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不骗人 太好了 那么妈 我们现在马上走吧 不行 怎么样也要等外公外婆回来 跟他们说一声吧 明天吧 好啊 那么到时候 我就叫爸爸来接你 对了 慧怡呢 我想看看慧怡 他还在睡觉 英姐 你还是先回去吧 免得奶奶会担心你 好吗 好啊 不 你一定要答应我哦 嗯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妈 你一定要记得哦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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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今天约你出来 我今天约你出来 主要是想告诉你 你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少华她是认为 目前你们两个 还是比较适合做事业上的伙伴 至于 要我们搬回王家 少华她是认为 我明白的 感情上的事 是勉强不来的 但是 我已经跟少华谈过了 现在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什么办法 其实 少华还是对我有感情的 还是爱着我的 你是说 少华她到现在 依然还爱着你 她也想跟我复合 也想恢复我们以前恩爱的感觉 只不过 她和李敏君还没有离婚 所以我们 我们只能等着 等着 你是说 等着少华离婚 因为李敏君不肯离婚 妈 现在只有你可以帮我们了 我 你是 叫我去 逼敏君离婚 妈 你怎么了 少华 这是敏军写好签给我的 离婚协议书 不可能 不可能呢 奶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妈怎么会跟妈妈离婚呢 妈妈明明亲口答应我 要回来团圆的 是你去找她的 然后逼她写下离婚协议书对不对 少华 我这么做 也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这哪里是为我好啊 你们知道 我一直盼望敏军能够回来 想不到你竟然逼她写下离婚协议书 好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会多伤她的心啊 少华 我知道 这么做 敏军她会很伤心 可是 可是妈实在没有办法 看到王家在败落下去 虽然现在你已经生了业务主任 可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家的事业才能恢复啊 妈 钱慢慢赚就有了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我们一家能够团圆快乐 不是吗 那少华 你认为我们一家人快乐吗 你爸爸现在跟人走 这个家 完全是由妈一个人在维持 少华 妈年纪大了 妈一定要看到王家 尽快地恢复过去的事业跟生育 要不然 你让妈以后怎么去面对王家的祖先呢 少华 你就听妈一次 签了吧 我不会借 我永远都不会借 我不会跟敏军离婚 我爱她 少华 爸 少华 奶奶 你干嘛要这么做啊 大人的事 小孩少擦嘴 跟你没关系 当然跟我有关了 我讨厌那个洪霞阿姨 我只要妈妈回来就行了 我绝对不赞成他们离婚的 殷洁 奶奶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的话 我会讨厌你 我会恨你的 殷洁 我这也是为了王家好 他们为什么一个个都不听话 为什么一个个都不能谅解我呢